废柴大叔讲故事 精彩继续 第172集 白医生叹了口气 各位请接哀吧 谭老爷子已经无力回天了 白医生说着话 一边朝着门外走去 还没走几步 便被黑衣保镖伸出胳膊拦了下来 他脸色冷峻地说道 少爷吩咐过来 如果老爷不在的话 你们这些庸医谁也不能走 白医生差点没气地背过气去 谭海竟然用庸医来称呼他 要知道 这么多天 他们为了救治谭老爷子 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 甚至还联系了很多国外的专家 一起做诊呢 更何况 谭老爷子也去了国外的不少医院 根本就没有医院敢保证 治疗好谭老爷子 就连延长生命的承诺都不敢有啊 现在责任都怪罪到他们身上了 这事情搁谁身上谁都会气愤呢 更不要说这些行医一辈子的人了 凭什么不让我走 我已经尽了全力了 能用的医疗手段都已经用尽了 对于谭老爷子 我白某人问心无愧 白医生昂首挺胸 语气吼腔有力 黑衣保镖的语气有些缓和了 白医生 这是我们少爷的意思 您就委屈一下 等我们少爷来了再说吧 这些人里面显然白医生 最为德高望重啊 见白医生开口 另外几名医生才敢开口说呀 白老医生说得对呀 我们兢兢业业业的工作 现在病人没了 就把气都撒在我们身上 这让我们多少人寒心呢 就是谭海在这里我也要说 我们不是拥医 我们尽力了 就在众人说话的时候 看到谭海从门外冲进来 眼眶发红 一个大男人 眼中竟然有泪珠在打转呢 爸 谭海进来之后 直接冲向了床头 就在他要扑到病人身上的时候 身后有一个年轻人 一把将他拉了回去 速度极快 就连保镖都没有反应过来 谭海身后的人正是林凡 林凡拉着谭海的胳膊 盯着他的眼睛说 你先别碰他 我来 一群医生看到林凡 直接来到了病床前 掀开了盖在谭老爷 在脸上的白布 都皱了皱眉 死者为大 这一直都是老祖宗 传下来的传统啊 人现在已经没了 又来了一个年轻人 来摆弄谭老爷子的尸体 这简直是不知道有何居心呢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谭海竟然一直站在那里 没有丝毫的阻拦 谭海没有发话 黑衣保镖自然也就不会动手阻拦 就这样 一大群人都盯着林凡 见林凡在病人的身上 来来回回地 双手游遍了病人 近乎全身 谭海的双眼紧紧地盯着林凡 咬了咬牙说 林兄弟 我爸怎么样了 他是不是已经 已经不在了 就算谭海不愿意接受 可这也是事实啊 谭海说话的时候 听到一阵叹气的声音 就连站在一边的医生 也有些不忍了 毕竟是一个孝子啊 骂一句拥医也就算了吧 只见林凡从身上拿出了银针 余光扫了一眼谭海 把人都请出去 这里不需要人 谭海听到林凡的话 先是一愣 接着满脸的惊喜 就连身体都在颤抖了 啊 你 你能救活我爸 林凡给银针消毒 低着声说 你爸没死 他还活着 只不过脉搏跳得太微弱 身体机能更是暂时停止了 这是人体的自然反应 如果一分钟之内 我没有救活你爸的话 那么他就真的死了 林凡消毒一根银针之后 直接刺入谭老爷子的心窝处 留下一个人给我消毒 其他的人都给我出去 林凡见这些人竟然还不走 眉头皱了起来 只有一分钟时间呢 可以说 谭老爷子也是异常的凶险 只要稍微有那么一丝差池 谭老爷子也就回天乏术了 滚滚滚 都给我滚出去 谁敢留下我弄死他 谭海听到父亲还有救 瞬间就急了眼了 双眼瞪得老大 眼光凶恶起来 身穿白大褂的衣裳 都被吓着了 一个个走路腿都在哆嗦呀 好不容易全都走到门口 听到身后的林凡声音传来了 留下一个人给我消毒 一群人硬着头皮回过头来 看到林凡的手里 银针飞速地刺入谭老爷子的身体之中 速度之快 让人眼花缭乱 谭海目光在人群之中扫了一眼 随意一指 你留下 其他人赶紧离开 被谭海手指指中的那个人 双腿一软 差点瘫在地上 现在谁都知道谭海是在暴怒的时候 他们自然不相信死人能够复活 一会之后 谭老爷子要是救不活 那个年轻人绝对倒霉 而跟着留下来的人 也会受到牵连 只要不是傻子 都会快速地开溜 谭少 我不行啊 我学艺不精 还敢推三阻四的 我看你真是找死 我爸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你们这帮佣医一个都别想活 谭海见帮个忙都要推妥 果然都是一群佣医 他不知道 他这句话让这些医生瞬间炸锅了 明明人已经死了 不是他们的责任 还把这锅往他们身上推 一个个气愤不已 谭海 你爸已经死了 你这是在屋里取闹 你拿一个死人来威胁我们 这和想要直接弄我们 有什么区别呀 谭家家大使大 他们自然不是谭家的对手 可就算是这样 蝼蚁也尚且偷生 他们也不会坐以待毙 直接反击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也豁出去了 你爸已经死得很彻底了 你不知道从哪拉来了一个小年轻人 就能说救活你老爸的命 这可真是傻子骗傻子 完全就是两个傻子 够了 把他们给我通通的拉走 好好地看着 这帮凶鸡 白医生一直都在注意着林凡的手法 速度太快 他甚至都看不清 银针扎入的是哪个穴位 不过 这种手法 他似乎似曾相识 忽然之间 他恍然大悟 一拍额头 双眼睁得老大 难怪这么熟悉 这种扎针的手法 与神医封千诀极为相似呢 封千诀 那可是有名的神医呀 只不过 封千诀曾经也治疗过这种癌症 根本就无能为力 更何况 躺在床上的谭老爷子 已经没有了气息呀 死人也能救回来